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刚刚上映的科幻电影 外星人突然入侵地球,人类放弃抵抗,自愿被其统治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东海岸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外星人对人类展开战争 开战的第一刻,整个沿海地区全部停电 紧接着,其他主要大型城市相继失去了电力系统 汽车,飞机,各种设施不能运作 电话无法拨通 这场战役没有一发炮弹打出去 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仅仅用了一天时间便投降 很快,人类的电力系统再次启动 官方通过各种媒介告知民众不要和外星人发生冲突 待待自己的区域,禁止随意走动 人类军队全部召回基地,然后让其解散 基本上,人类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 此时,一位黑人警探小伙儿带着媳妇和两个儿子打算逃走 离开目前被封锁的城市 他认为人类没有开战便投降,太窝囊了 他要逃出去和反抗组织会合 一起把外星人打败,重新夺回地球的控制权 当他毫不容易强行冲出关卡 却很悲催地遇到了闲流大的外星人 对方没有和小伙儿做出任何交流解释 一股能量波瞬间将夫妻二人气化 他们长相丑陋,浑身长着毛刺 一时间把后座的两个兄弟下个勾呛 自此之后,外星人完全掌握了地球的所有权 人类被当作俘虏,关在规定的地区 他们下令解除了人类所有武装 撤销了原来的统治系统和人员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法律制度 人类将他们亲切地称呼为立法者 外星人奴役人类在城市地下挖地洞 为他们建造合适居住的环境 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开采地球的资源用于消耗 这种行为明摆着就是掠夺 但是人类没有办法,只能任其宰割 外星人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 在人类的脖子下面植入了一个虫子 可以随时监视到目标的位置和行动 连谈话的内容都可以监听到 人类的数量如此庞大 他们自己人手肯定不够 所以重新恢复了侦探局 用来维护治安问题 即便在如此歼密的监视下 一支凤凰小队和外星人抵抗 结果当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小队成员不知所踪 时间转严来到了九年之后 威廉是外星人管理下的侦探局副局长 他一直调查关于反抗小组的消息 这天,他突然从报纸上发现了神秘符号 多年的破案经验告诉他 反抗小组死灰复燃 他赶忙跑到一家不正经场所 约见了一位妹子普丽 说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只想来看看他 简单交谈几句话后 普丽交给他一个盒子 威廉对于反抗组织的事情非常惊慌 因为一场盛大的聚会即将开幕 届时,外星人也会到场参加 如果凤凰小组趁此机会搞事情 装死了外星人 很有可能会爆发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冲突 男主名为加百利 是当年参与反抗组织者雷夫的弟弟 威廉和外星人 24小时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加百利在一家数据公司上班 每天从很多硬盘中找到各种信息 集中起来上传到外星人的数据库中 硬盘则直接销毁掉 上班期间 他意外看到妹子把什么东西藏了起来 刚刚下班 脖子的虫子发出警报 被出现的黑衣人带走 中午吃饭的时候 一位妹子交给他一张纸条 加百利和自己的好友偷偷建造了一艘小船 想通过小船逃离到不被监视的区域 不过汽油在当下已经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加百利通过帮助凤凰组织传递消息 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事情发展得挺顺利 却被突然出现的威廉找到 威廉警告他 不要和他的哥哥雷夫一样走了错路 作为他老爸的好友 威廉很不希望加百利有危险 紧接着 加百利带着纸条前来交易 没想到 碰面人强行要带着他去另外一个地方 稀里糊涂之下 加百利上了车 他们来到一片已经荒废已久的废墟城镇 在这里 他居然见到了自己的哥哥雷夫 他们兄弟两个是电影一开始活下来的黑人 当天 他们的父母死于外星人之手 哥哥雷夫 逼成了父亲反抗的想法 于是建立了凤凰小队 专门抵抗外星人 九年前的抵抗 雷夫是小队唯一活下来的人 他一直期待有机会再次反抗 当得知弟弟为了钱 和凤凰小队有联系 哥哥拿出忌惮很久的钱给他 让他马上离开这里 以后好好的生活 不要参与到任何危险的活动 回当家的加百利 立马收拾好所有东西 告诉女友 是时候离开了 但女友认为 他们是不可能脱离外星人的监视 就算逃走 也只是在地球上而已 没有办法 加百利只能一个人逃亡 刚跑出去没多远 他身上的虫子触发了警报 被外星无人机围堵了起来 幸好他随身携带了屏蔽器 他再一次死里逃生 躲过了一劫 凤凰小队掌握了一门隐藏的技术 他们可以将人类脖子的虫子取出来 以避免外星人的监控 据他了解 凤凰小队的头脑人物名为一号 具体是谁没有人见到过 小队成员也都互相不了解 但他们体内的虫子都被取了出来 体育馆的聚会将是一场战争 雷福将纸条绑在鸽子上放了出去 鸽子被凤凰小队成员拿到 黑客手下根据纸条的信息 找到了关于目标人物 本时的副市长 然后打电话通知报社的编辑 紧急将信息印发到报纸上 负责执行任务的成员 立马被集合到一起 首先就是摘出他们体内的虫子 不幸运的是 第一位没有扛过去意外牺牲 剩下的两名成员比较幸运 成功取出 体育场的聚会是邀请制度 只有被邀请的人才能通过扫描 所以他们找到了专门卖虫子的黑市 搞到手几个邀请人的虫子 让成员把虫子含在嘴里 躲过监测 凤凰小队主要的任务就是混进体育场 趁着副市长和外行人见面时 携带炸弹爆炸 想要带着炸弹通过安检 绝不是简单的事情 好在有这么一种生物 他们身体柔软 而且具有隐形功能 如果将炸弹植入到他们体内 然后天赋在成员的身上 安检根本就不会察觉到 计划设计的非常完美 而且进行的也很顺利 几名成员很快潜入到体育场 外星人到达时 雷福将炸弹贴在了副市长的身上 等到双方会面 远程引爆了炸弹 轰的一声巨响 几名外星人全部被炸死 侦探马上带人封锁了现场 逃离过程中 成员和一名外星人相遇 在打斗中 外星人的面具被摘了下来 由于无法呼吸地球空气而死亡 外表的毛刺相当于保护盔甲 失去了保护 他们也就是一具拥有高智商的肉体而已 脑子很强大 身体却非常的脆弱 此次事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外星人对于自己人被杀很生气 命令侦探局的局长 马上进入地下和他们解释清楚 否则他们将会自己采取措施制裁人类 于是专门负责调查案件的外星猎人降临到地球 他们对于人类的这种行为无法容忍 疯狂小队成员任务已经完成 当下他们打算乘坐汽车逃跑 问题是外星人的科技过于强大 猎人的到来直接让车站所有的设施停用 汽车走到一半抛锚在路上 面对猎人的坠机 小队成员遭遇将生死支支度外 如果被抓到活人 他们肯定受不了严刑逼供 于是小组成员自杀的自杀 被毁灭的被毁灭 一场搜捕下来 只有雷夫侥幸活了下来 其他几个人全部牺牲 雷夫很实有骨气 即使受到各种酷刑 他都没有说出一号人物的存在 无奈之下 威廉抓来雷夫唯一的亲人加百丽 看着自己哥哥受酷刑 弟弟心里很是难受 威廉提出一个交椅 让他找到一号是谁 雷夫的命就会保下来 为了救下哥哥 加百丽答应了他们 他谎称 自己带着雷夫的信息 必须见到一号人物才可以 他们约见了高级人物 报纸社的编辑 他是唯一见过一号的人 同时也是负责传递消息的人 见到加百丽 他很是惊讶 这不是自己以前的学生吗 既然互相认识 肯定是安全的 于是编辑带着加百丽 见到了一号 原来一号就是威廉经常见面的普丽 貌似他知道加百丽会来一样 已经做好了准备 侦探冲进去的那一刻 普林变两个便当 紧接着 他们在普丽房间中发现了窃听器 密室中藏了非常多的录音带 根据搜查到的信息 威廉被叫到总部审讯 普丽通过自己的职业 接触到很多高层人员 在谈话间 诱惑说出了机密文件 所以他才知道 副市长会和外星人见面 从搜查的录音带中 他们发现 录音中出现外星人 十分信任的人类高层声音 这令外星人 他们感到非常的生气 外星人下达指令 反叛的人全部抓起来 送王到别的星球流浪 威廉破案有功 任命他为新的局长 事后 威廉找到加百丽 告诉他 他的哥哥还活着 并交给他一张储存卡嘱咐 你要自己去体会该如何活着 上班时 加百丽查看内存卡的信息 里面竟然是加百丽 未出生时拍的录像 里面出现的很多人 都是父母的好朋友 威廉是附近最好的搭档 编辑也是好友 一号人物普利 是他的历史老师 视频中的所有人都祝福加百丽 未来在你的手中 你要自己选择 犹豫过后 加百丽没有将视频上传到系统 而是直接删掉了内容 此时 威廉得了外星人的允许 让他前往地下 仔细汇报疯狂小队的事情 殊不知 一号并不是普利 真正的幕后大佬是威廉 他已经在身上布满了隐形炸弹 前往地下一局 引爆外星人在地下的基地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面为俘虏国度 是一部悬疑科幻作品 豆瓣评分倒不是很高 我个人觉得看着还行 层层布局 只是为了最后威廉的反转 故事剧情 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片名倒是很吸引人 科幻成分也不多 大部分都是剧情 根据本片的结尾 导演很有可能会拍摄第二部 毕竟这部可是打着科幻的旗号 不真的拍点科幻东西出来 我都觉得对不起观众 本片推荐值一般 不是很烂 也不是很好 有兴趣的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